海贼王,大河与陶之柱只是陌生人,为何大河可以为他而死? 海贼王994跨中,和之国战争进入白热化,双方的战斗都上演了拉锯战,凯多与九霞的战斗最惨烈,凯多被九霞吊打,不过凯多很快就恢复了,九霞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,他们使出权力都无法击败凯多,凯多也开始反击九霞,直接砍断了小菊的手臂, 九霞的士气也回落了 凯多也变亏人形态,他要结束这场战斗了,雷鸣八卦已出,九霞很可能会惨败 凯多与光月家族的复仇之战,总共经历了二十多年,光月家族世代统治和之国,直到二十年前,光月家族的统治被黑炭大蛇和凯多篡夺,光月家族面临灭顶之灾,玉田战死,九霞崩溃,玉田城被大火吞噬,天月时在最后 时刻用时光果实能力把桃之柱,警卫门等人送到未来,保存了复仇的力量和希望 二十年后的决战之夜,九霞纷纷向凯多复仇,在轨道打响的和之国战争,就是九霞的复仇之战 凯多的管教失败,大和继承了玉田的意志,一心想要复活光月家族的统治 一,凯多对大和这个女儿太溺爱,缺乏管教,导致大和养慕玉田 和之国篇章中最失败的设定就是凯多的女儿大和,这个人物一直被人吐槽 大和身为凯多的女儿,她却站在凯多的对立面,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父亲,断绝妇女关系,也要为光月家族复仇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凯多对大和的管教有多失败,大和与玉田只是萍水相逢 一面之缘,她目睹玉田的处刑,被玉田的英雄气概折服,当时大和的年纪还仅仅八岁 凯多与玉田是敌人,如果下游锅的是凯多,大和还会仰慕玉田吗? 大和对玉田的了解并不深,她就想要救出桃之柱,只是凯多没有给她机会 凯多就不应该让大和观看玉田的处刑 而且大和想要成为玉田时,凯多却没有阻拦,反而让全部人都陪她玩角色扮演 凯多就是太溺爱大和了,才导致了大和性格扭曲 二,大和继承了玉田的意志,要为光月家族复仇 大和人设就是玉田的忠实粉丝,他的思想完全被玉田控制了,只看过玉田一次,听到玉田传说,还捡到了玉田的航海日志 大和就这样继承了玉田的意志,这种意志远超过了九霞 北田就是太过推崇武士,自从玉田出现后,连罗杰,白虎子都成为玉田的小迷地,这种设定就很失败了 大和比玉田的人设更失败,三观尽了 大和与凯多有血缘关系,他现在完全不顾妇女之情 凯多虽然用暴躁的手铐锁住大和这点爆炸根本就伤害不了大和 大和用身体保护逃支住,受到的炮击伤害都比手铐爆炸威力大 大和丝毫没有受伤 海贼王中的意志传承,陆飞继承红发香克斯的意志,大和反而继承了玉田的意志,他要为光月家族而战斗 大和自称是玉田,他把陶之柱看成是儿子,保护自己的儿子,义无反顾 1.大和自称是玉田,陶之柱成为大和的儿子 大和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就是光月玉田的身份之中了,他对任何人都能说出自己就是玉田 百兽海贼团对大和是很尊重的,一口一个大和少爷,他们都没有攻击大和,只是大和一心想要阻止百兽海贼团追杀陶之柱 桃之柱是玉田唯一的儿子,他自称是玉田,当然也把桃之柱看成自己的儿子了,大和保护自己的儿子,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大和与桃之柱虽然是陌生人,但是大和表现出壮志凌云的信心,他可以为桃之柱而死,这是何等的决心 大和的目的就是让桃之柱相信,自己可以保护他,他会继承玉田的责任来保护桃之柱,直到把整个和之国归还给光月家族 2.桃之柱是九霞的复仇的信念之柱,大和要是死保护桃之柱的安全 桃之柱继承了玉田的血脉,他是和之国将军的继承者,桃之柱算是九霞等反叛势力的首领 虽然桃之柱还是小孩,但是九霞对桃之柱有希望,血脉没有断,玉田已死,桃之柱却还在,这是光月家族武士复仇的精神之柱 如果桃之柱被敌人杀死,光月家族的继承人就失去了意义,九霞的复仇之战也没有了动力与意义,这场战斗必输无疑 百兽海贼团的炎仔劲已经看穿了一切,这场战争就是光月家族的复仇之战,他们为了复仇的成功,联合了海贼,草帽一伙,姬德,罗等人 炎仔劲已经让左左目消灭桃之柱,只要桃之柱一死,九霞等武士必定会大溃败 大河才会下定决心抱拳桃之柱的性命,即使献出自己的性命他也义无反顾 河之国战争是一场复仇之战,光月家族与凯多的恩怨情仇,在长达二十年的战斗中,光月家族并没有被消灭 光月家族并没有被消灭,光月家族折服了二十年,积蓄力量,等待天选之子的出现,决战之夜讨伐凯多 凯多的女儿大河继承玉田的意志,立志要为光月家族而战,为玉田实现开国的梦想 凯多对大河管教失败,太过溺爱大河了,大河一心想要保护桃之柱,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,也义无反顾,性格已经扭曲,在意志方面,亲情毫无意义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